大家好,我是桑普 高兴大家来到这个节目 今天就不跟大家讲政治 今天讲张国荣 讲张国荣 一个大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会自杀 这个问题 我会在这节目回答给大家听 我都挺有信心 这个答案是真实的答案 因为是有位演艺界的 前辈级的人物 跟我讲过这个真相 我这样孤隐其名 因为里面有太多 不适合公布他名称的原因 我只想说 张国荣要自杀 是在03年4月1日 这一天的自杀 是大家相当悲动 当时自杀的新闻 铺天盖地而来 当时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情况 可以跟大家复述一次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4月1日傍晚18点43分 6点43分 张国荣是由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 跳下来自杀身亡 紧急送往马丽医院 经医生检验入院前 已经在18点45分 6点45分死亡 马丽医院在 晚上7点06分 宣告抢教无效 享年46岁 为体随后运往西云 埃多利亚的公众联防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震撼了整个亚洲 由于事出突然 再加上事发当日刚刚的余人节 有不少的歌迷和民众 认为这是一个笑话 因此当知道消息的时候 实在无法接受 张国荣堕楼前 和经纪人陈淑芬 相约在文华东方酒店的大堂咖啡室 陈淑芬等了很久 没见到他 打电话给张国荣 张国荣告诉陈淑芬 报出酒店门外等候 很快就会看到他 其实陈淑芬亲眼看见 张国荣在自己面前堕下 陈淑芬正确实 他是患上忧屈症 是depression 已经努力治疗 年纪了 但是因为病情失控而世世 陈淑芬就向媒体表示 他得病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后来这个病 开始有了一些病态反应 你无法想象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好 他一直在看医生 他无法接受有这个病的事实 因为他什么都有 现在选择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会有这样的抑鬱症呢 不能想象 其他人都不会相信 怎么可能呢 因为当时 张国荣的遗书是这样写 depression 多谢各位朋友 多谢麦列飞飞教授 这一年来很辛苦 不能够再忍受了 多谢堂堂 多谢家人 多谢斐姐 我一生人 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国荣的大姐 张六平 在香港电台访淡节目中表示 张国荣得抑鬱症 原因是生理上的 有个医生写了一份四张纸的信 介绍给他听 抑鬱症在医药上的分类有两种 而张国荣的病是第一类 即是心境恶劣障碍 因为脑部化学物质不平衡 是生理上的 而不是一些有什么突发的 不开心的事 那唐学德 阿唐堂 也在4月2号 张国荣自杀之后 唐堂表示 张国荣早已经在2002年11月 曾在家中服食安眠药自杀 但是幸而获救 其后一直都有提医生的 那么大家知道 张国荣的丧礼 丧礼就是这个香港物仪馆的举行 在03年的4月8号 生前很多好友 都是悲痛到一不成声 那么扶令的 就是八位生前的知己 徐克 张学友 关锦鹏 刘培基 梁家辉 林直 刘顺浩 和罗建基 是为他们扶宁的 接着就去到 歌连神角的火葬场火法 而他的灵位 就设在沙田的宝福山 白色石碑上的照片 旁边进黑着 当年情常在心 红尘梦醒无恨 出自林直的首屈 而看到童年 过身的何似一个张国荣 当然 有林真强 著名的田次人 影声柯秀良 也都有罗文 也都有梅艳芳 可以这么说 03年是香港 这个演艺界 娱乐圈 最悲痛的一年 张国荣 这个死亡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报道 这个报道本身 就引起了有一些猜测 我这些年历 我想都是香港生活过 我想就是听到的 有两个这样的猜测 这个猜测 就认为 他是拍了一些电影 做演员 包括了2000年 千亿年的窗亡 最严重的 有人就说他二度空间 就是跟林家印拍那图 03年之前已经拍完了 02年已经拍完了 就说他太入气 抽离不了 这种很depressed的角色 于是才会有抑鬱症 就是譬如窗黄 他饰演的有一个 就是窗黄 但是他就因为试过 因为杀过人 于是乎 就有一种 舔血的 受性激发出来 就很想杀真实的人 而不是打个死霸 所以就以杀人为乐 这种窗黄 他就觉得他这种疯狂状态 跳不出来 某些人说不是窗黄 是二度空间 那就是鬼片 就是这种东西 就觉得他挑出不了这个角色 我认为如果你这样说 太看少张国荣了 张国荣他 歌影是三妻 尤其是在唱歌和电影 尤其后期他电影就更加多了 就是由霸王别姬各方面 你从以前 即他未真是红大红大纸之前 他失业生 柠檬可乐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些电影 他都站到头角 又抽离不了 他之中拍过很多 《当年情》 《中黄四海》 《当年情》 不是《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一二三集》 抽离不了 是吧 阿杰嘛 抽离不了 那不可能 你想想 那个《中黄四海》 怎么抽离不了 是吧 霸王别姬 拿了奖的 他怎么抽离不了 《燕之寇》 他怎么抽离不了 就是他每一部电影 他很尽心演 其实都懂得抽离得到 因为演戏就是演戏 这个是一个艺术的表现 而不是你一定要跟他过世 你很懂得分得清楚 喂 你飾演的角色 跟你自己的分别 这么久以来他都做得到 他不会因为 去到四十几岁 做不到这件事吧 我不会觉得这样 而你想想 去《昌蒙》的地方 是00年 跟他发生自杀事件 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说二度空间 扎得很正 是吧 没关系 另外就是完全无关 你是太看小 张国荣那种 演起的专业和抽离的能力 而且他抽离能力最需要的 比如拍八卧别机 拍《燕之寇》的时候 那种要抽离的能力 是更加强的 那你想一想 你会不会因为二度空间 或者是窗黄 而使得自己抽离不了呢 我不是很相信 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爱之病 这种说法我想已经传了很久了 但这种说法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第一 你从各方面的解释 唐糖的解释 或者你说张六平的解释 或者从刚刚讲的陈淑芬的讲法 完全看不到你的痕迹 你可以再重读回刚刚我讲的那段说话 没关系 而你说张国荣是因为爱之病 而这个跳楼的话 就是身染疾病而跳楼的话 那刚刚讲过是心境恶劣障碍 而不是有些不开心的东西 自己自尋短见 第一你认为如果张国荣是因为爱之病而跳楼 你只是老屈他爱之病而已 喂 人家是男同性戀者 而且他根本上是几乱的 他根本上是伤性都可以接受的 你从小到大你看得到的 是吧 魏斯培啊 毛顺坤啊 我稍后会找个时间和大家讲 他的过去给大家听 那又去到唐糖 唐糖在8、2、8、3年的时候重复来过 8、4、8、5年又断阿兰 之后再来过 就是和唐糖是相当忠诚的 那他起码这一点 就是我不是同性戀者 就是我都觉得他有一个真诚的爱 是没有办法去否认 好了 张国荣如果真的有爱之病 那唐糖也有爱之病 唐糖没有爱之病 他有爱之病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 你起码都有抗体 是吧 就是 这些这样的说法 完全经不起考验 你老屈他有爱之病 接着又作个故事 就是说 去到玛丽医院的时候 有些 张国荣就是 那些粉丝 那些医生 就是荒谬 就是 same sex的一个relationship 那他们两个人之间都是忠诚 他们都不会结交其他伴侣 那何来爱之病呢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这些这样的说法 不通 除非你告诉我 打针 输血 你告诉我 那些原因 那个problem 在哪个地方才行 所以我就说 第一 做戏太入戏 而自杀 不对 爱之病而自杀 都不对 那什么才是对的呢 根据一位 就是前辈级的人马 跟我说过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 合理很多 那当然 大家可以求证我的说法 是不是正确 你想一想 张国荣是一个 我先有个濫商 讲一下讲 张国荣的性格是什么 他六者大大 他自小父母爱比较少 那是真 但是他自己个人很崇尚真善美 很崇尚他表现的卓越 这个是真 所以他有个出色的偽 他呢 在 荔的时期 最近 如果你上youtube 我现在追近一套 最近一套 我都重看一套 其实已经看过 的对对虎 对对虎 是他很早期在荔的拍的一套 电视连续剧 大家可以回来看 陈秀文 做女主角 刘毅思培 即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初戀情人 也是做女主角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部电影 他演成的 那时候是一套青春偶像剧 是香港很早期 在荔的电视台的一套 青春偶像剧 其实你上youtube 写一些 对对虎 即是打麻雀的对对虎 你找到一二三四集 全部有字幕的 简体字幕 不过就是 一些 常国人 即是常国人 去做的 那你自己去看 我都相当好 那些歌也很好听 奴烨未唱的 那些歌也很好听 之后呢 那个故事也很紧臭 你看到 陈秀文 后来变成了老公的 林国雄 那当然了 他找到什么 离婚收场 是另一件事 那为什么 你自己看回wikipedia 都知道 那跟着呢 除了陈秀文 那时候就是 丽的一个重要艺园训班 出来的一个花旦 非常厉害之外 还有这个张国荣 张国荣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艺人 那很多都已经 适应了 那但是张国荣 就一枝独秀 后来就是呢 黎小田提拔他 那之后 他八二年左右 我记得丽的满约之后呢 就转过去无线 做特约的艺园 那这个时候 就是另一个 另一个的张国荣 然后八三年 出了这个 风继续吹的大碟 那这个歌曲 就是完全爆红 因为之前 他拿歌唱比赛 第二名的 American Pie 唱得很好 但之后再唱很多歌曲 比如 油脂仔 油脂女 这些歌曲 你自己找回那些旧歌 那么说真的 那时候这歌 太前卫 太奸奸家 很多人拎不上 OK 那结果呢 他飛帽子上去之後 那個人飛帽子上去給張國維 那時候也很羞辱他 當然他有一段相當不開心的日子 他在麗的的時候 那時候也不叫雅士 麗的的時候 有很多的舞劇片 也有時裝片 他拍過 剛剛說對對故事其中之一 可以看他以前很多的電影 我找一節專門講他的演藝史給大家聽 那麼他的人呢 視電視拍過麗的 後來他的後期好的無線 拍過《龍本多情》那些 拍過電視劇 歌就不用講了 簡直是天王級的人物 80年代 譚詠麟、張國榮、陳百強 張國榮不是排第二是排第一的 那麼當然早期的時候 然後說阿倫那時候 保麗金橫掃很多獎項 一直到阿倫 就是說不拿獎了 然後張國榮有幾年爆紅了 但無論怎樣都好 這兩個譚詠麟、張國榮 兩批歌迷世成衰火 經過80年代的人都知道 而他的歌沒得我講 Leslie 即是由83年 即是看到他風繼續吹 84年Monica 然後85年 你自己想下去 很多很美的歌 《我願意》、《龍本多情》、《全例有你》、《有誰共鳴》 《愛火》、《愛慕》、《愛慕》 這些歌曲 這些全部都是耳熟臨場 他在89年突然之間宣佈 end OK 待會兒講一講我認為的原因 接著去到95年的時候 這個寵愛大碟復出 但他的整個風格完全不同了 中間他去過加拿大 但他在溫哥華生活過 但他受不了 所以回來 他覺得很悶 等死等退休 於是回到香港 95年的時候重新開始過 我看到他整個風格不同了 少了那種狂傲 多了一種嗲 你看看他的歌 就是他的風格在前期和後期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那麼他可以一個人 可以將他的風格 發揮得這麼臨地盡致 有一個很認真唱歌 撿到理性的唱歌的人 一路去到變成一種很有自己的風格 很有自己的靈覺 的一種咬字 我可以無法一句咬字給大家聽 咬字很清楚 到後期 就是愛 而是一種簽約之美 這種配合他的性格 所以他歌沒問題 好了 電影 不得了 剛剛我已經講了一大堆電影了 《霸王別姬》 《霸王別姬》 《燕之寇》 《英雄本色》 《一二三》 三套 之後還有《中環四海》 還有《中環四海》 《中環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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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四》 《中環四海》 《中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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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新挑战,他要做一个导演 各位,我想问问大家 做一个导演和做一个歌星或者演员有什么大分别呢 歌星演员都是有一个固定的script要跟着的 你不需要和很多人合作的 是有对手戏,但你基本上会有剧本的 你只是临机应变 即是你所谓的improvise,即即即兴的地方 其实相当少,歌更加没有 全部每一句note基本上你会做到是perfect的话 是全部练好了,哪个地方用戏,用什么帮法去做 如何自然流露,但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些全部都是solo来的 即是无论你歌,无论你拍剧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一种solo 是有对手戏的情况,但是基本上是solo 即是等于一个自己可以做一样东西,做到一个perfect的状态 当然很多的东西,不只是歌,这些要宣传,签名,做这些东西 这些全部都可以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即是有一个模式 你可以fit,甚至可以创造了一种style 那你fit into那个style 你完全可以做得到 但是做导演是不同的 做导演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做一个更惨我做什么 讲得白点,更惨我做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导演没有做过的人就很喜欢做 做过的人就知道 什么狗屎垃圾都要面对 比如说你的金主 给不给到钱给你 怎么分期给你 答应了你又不给你 编剧又不交稿 交了稿你又不知道怎么拍 又有矛盾 好了,跟监制可能也有矛盾存在 演员 喂,我要你这么做,你又不这么做 我要你这个时候到,你就迟到 明天你又要赶场的 我今天没有通知你 你没有到,你就怪我 跟着呢 所有的长记,所有的道具 灯光,音响,收音 还要你整个剪接的怎么做 要用剪接的人按 你想想各方面的东西 是人的关系 就是你做那部片 你有个vision 要这样做 OK 但你真的要做得整个时候 不是呢,个个呢 哇 杜琪峰、王家卫好什么呢 其实这些人做这个地方 其实重点的地方 不只是一个电影 要拱得出那种spirit出来 而是说 你的协调能力要相当足够 人际关系那种 谦卑与自信之间 如何拿捏是很重要的 这种challenge 绝对是没有普根的 是完全是 因不同的人 你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做事到做人的方法 完全不同 这种是对他一个生命上 大的challenge 他这世人呢 是自从出道以来 除了开始几年比较煤之外 由八二八三年就开始 升云战,穿云战那样飞的了 OK 去到最后他想拍电影 那么他第一部 拍的电影是哪一部 唯一的一部是什么呢 他不是因为这部写 我先做个揽箱给大家看 他因为拍了电影的烟飞烟灭 这部片很短的 就是2000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投资 特区政府投资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吸烟和健康委员会 联合制作 邀请张岳榮做导演去拍的 这部电影就叫做烟飞烟灭 有名无烟草之烟非烟灭 是讲禁烟的 故事的讲述 是一对从事娱乐圈工作的夫妇 每日是靠吸烟来排解压力 但让抽二手烟的儿子 幻想隐藏性的血癌加速病法 这部短片里面主演的是 张国荣和梅艳芳 而黑串的旁边有其他人的 也有黄力华 有莫文慧 有容祖宜 有陈冠希 OK 也有叶德贺 那么 张国荣自编自导自演 现身说法反对吸烟 据悉 当时给的投资经费只够拍十分钟 整个短片拍摄时间也很短 几乎所有演员都抽空帮忙 分文未取 这个不是什么惊天大制作 都是十多分钟 但这个就是唯一一个 他自己导演的电影 当短片上映 一度好评如潮 更加坚定了 张国荣做导演的决心 其实了解张国荣的人 你要知道 他就是这个ego很重 OK 当时呢 张国荣和梅艳芳 带着片中出现他们 孩子的小孩一起衍生 张国荣是身穿黑西服 男衬衫打着领胎 缓缓笑容 但是这个阳光灿烂的场面 就成为永恒的纪念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拍法 当时他拍的短片呢 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这个不是个 Tipping Point Tipping Point是哪个地方呢 后来他想要拍一部 叫《偷心》的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呢 从来都没有去拍 它是筹备拍 筹备拍一部叫《偷心》的电影 据悉呢 就是说筹备拍电影的过程中呢 就是说他承受很多人制方面的压力 要顶不住 但在这种情况 你未必可以感受到这种事情 譬如我们这些 譬如我又扮协会 又做过以前扮过很多的社会 又做过律师 那我面对很多人的地方 我知道人制压力在哪里 不是你做的事情多厉害 法律观点多好 怎可以论面能力多厉害 你就可以赢到人 而有时候是人制关系的问题 OK 那这个人制关系 当然了 关公都有对头人 曹操也有资深有 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求完美 但是 张国荣爺的性格 就是他 不止Eagle很重 Eagle很重 Eagle不代表他自私 是他自我中心很重 就是他觉得我 外力的我 是很重 你看今夜不测房 当时 王瞻 还有很多人访问他 其实他都说到 我是希望各种人欣赏我的电影 各种人不欣赏我的电影 我觉得是 其实他心里面很难过 欣赏他的歌 欣赏他的电影 以这个欣赏的心态 看问题 是张国荣的很重要 很重视别人的 appreciation 这个是真的 你看回他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他其实已经很生气 譬如扔帽那件事 其实他不是最生气的 最生气的是什么呢 他今夜不测房 那时候八十年代尾 他说的地方就是 就是说 当时阿伦 是吧 阿伦 就是一些歌迷 在哭他 即是当张国荣出场的时候 竟然被人哭 那这个地方是很伤的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伤的一件事 你可能觉得 喂 不是哭就哭 就是这些 叫做 软皮蛇关 是不是 被人闹关 那些人没想 就是哭就哭 但他是一个很重的人 不是代表他是坏人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是他自我那种意识 自我那种形象 是捧得很高的 他追求卓越那种野心 那种野望 是很大的 这个是张国荣 他不是坏人 他很帮人 他真心地帮他一些 他旁边 他的朋友 他的伙伴 我等一下他告诉你 他帮多少的人 OK 追求自由 追求卓越 追求忧愁 这是他的特点 而每一个时刻 他会被人家 向上称一次 比如说 黎小田觉得 喂 张国荣 你拍对对鼓 你在麗的OK 把他称过来 无线做 然后保励金 看中他 又把他出碟 称高一层的时候 就有个高人 有把手把他拉上去 一层 好了 去到这一层的时候 有人拉上去 歌唱 拿光 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最佳男歌手 好了 OK 金曲金掌都拿完了 接着有人称高一层 拍电影 啊 英雄本色 这个中黄四海 接着又有霸王别姬 有这个烟丝球 拍到你呢 不得了 哇 行行行行行 然后冲出国际 又日本 又哪个地方 以前登台就赚钱 登台就是根本上享受全世界的赞誉 他们最后来 你最后来 人家不再拉你的时候 就自己制造个目标 就要做导演 做导演的时候 你给自己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就是我一定做得到 但是之后发觉到 砰 一声跌下来 很多人 侮辱自己 很多人呢 他没办法承受那么大压力 即是同时间要接收很多的资讯 即是当我在处理A B 导演就是 我在处理A B 时的时候 C就要插进来 同时又要处理 你变成了整个思绪混乱 事又混乱 人之间的情感又混乱 人家又可能觉得 哇你没有搞错啊 新歌什么都不懂啊 可能第二个有两句 就是心里面有根刺 这个刺越插越深 越整越大 结果就是什么呢 心伤透 抑鬱 他觉得 他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关 他没有办法突破那个难关 他觉得这一世人 可能一世人的事 就在这个地方 跌了个大筋斗 接着觉得一世人的明星会敗坏了 他觉得 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 导致一种由心因 导致到他生理上 出现抑鬱症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有很多的生理 心理远安心理 就算你叫他停下来了 筹避你不要拍 他生理上的一个问题 已经有在了 他那种 戒替 那种人家的压力 人情冷暖 给他一种 框架 他摆脱不了 那我不可以说 那我不可以说 具体的名字 给大家听 那就是说 他在拍这一套 偷心的时候 他筹避拍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问题 很多是 可能是 侮辱 诽谤 羞辱 甚至各方面是 摆布你 骗你 哄你 善你 给压力给你 这些事情 他觉得 好 前所未闻 那么紧张 焦虑 憂鬱 而憂鬱 最后变成了一种 生理上的病的时候 他摆脱不了 我说过 他曾经上讲自杀 他 堂堂就救过他 没有死到之后 最后就是 4月1号的时候 就这样做 他觉得一世人 一世英明 为什么会去到 人生去到这个阶段 四十多岁 会这样被人羞辱 会这样 是 做不定自己 做导演的角色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偷心 是他一间 一个 偷了他的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不是 因为他太入气 抽离不了 不是因为爱之病 是 和政治原因无关 是和这个 他自己本身 真的 真的 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对世界觉得太完美 突然之间 潑了几滴汁水 觉得全世界都有负于他 他 心不够强大 说得白 他的灵魂不够强大 如果他的灵魂够强大 不会这样 当然他说话可以好 就是 一个人说话要不 尤其他人 和他精神上 是不是强大 有关 是不是健康 有关 而精神上 强大健康 有天生的 也都是后天学回来的 是吗 我觉得这件事 是我也在学着的 也认为自己 有进步的 自信和自傲 是一线之旧 往往在于 你的自信 是否建基于 真正自己的能力 和客观的事态 是很重要 张国瓶往往 他有些自信 是爆了棚 而因为他爆了棚的部分 使得他成功 你会使得自己的野心 向外面成功 他每次追求是一个美 It's beauty It's an art 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唱乐 一种美 他说这种美 可以拍电视 跟着可以做唱歌 歌手 可以做电影 做演员 做一种美 他说这种美 可以通过做导演 迎见另一种美 但他没有不行 他没有不行这个局 因为很多人事的事情 而你要处理人事的前提之下 他坚持拍这套电影的初衷 这个电影要呈现什么信息 带着什么的境界 一种什么的格局 给人 这个就是他想要做到的事 而他觉得有能力做到 而发觉他做不行 结果就是说 他就有很大的一种忧誉的情况 你说他是不是失败 这方面失败是 但是这个筋斗栽得太惨太痛 他变成最后 就是在高楼上跌下来 跳下来 这个相当遗憾 惋惜 我们永远会怀念张国荣 但是他真正的原因 应该是这样的 19年 这段陈峰的历史 应该 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我希望未来的人 了解到这位巨星的忍乐 记住千万不要赋予自己一个压力 去做一些自己与能力不相当的事 当你发觉有能力 和自己不相符 而你硬做硬吃硬坐 最后你不断将你的心智 野心投入在那件事上 你会令自己很伤 尤其对一些ego重 基于好 每次遇到贵人 不断帮他提拔 越提拔 他的ego越扩张的时候 去到某个位 你会变成一声 你会变成一声 上坏谦卑 是很重要的 我不是批评张国荣 我就是希望提醒一些 不同的人就记住 上坏谦卑 尤其不要将自己的ego 自己的自我那件事 放得重 你要虚忌 就是对自己要虚坏 那结果就是说 你能够使自己 能够吸收所有的批评 吸收对你的意见 而使你自己更往前进 很清晰掌握到自己能力的忧缺点 之后发挥你的长处 尽量去减少你的弱点 当然不可能完全消瘦了 那这个先正真正正 是人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张国荣不是一个坏人 但他在这方面 真是走了一条偏差的路 我们要走了出来 我们希望要走了出来 我相信在天之灵 我希望他不會介意 因為 這個正正是刺中問題的核心者 他絕對是尊敬 和欣賞的Celebrity 他是一個很好的香港的天皇巨星 偶像 有些人稱他為偶像 我也是天皇巨星 但他的一些想法 未必是需要大家學習 大家可能是張國榮的粉絲 的fans 可能覺得 說這些東西 浪費氣的 張國榮心目中永垂不留 我不會否認這些 是永垂不留 但記住一件事 他不是神 張國榮是一個人 人也有他自己的缺失與缺憾 當我們面對這個時候 我希望每一個受心理疾病 情緒病困擾的人 有時候真的要 從你的根源處 尤其是面對自己的性格 根源處去著目 看通自己 人了解其他事物 人是很容易的 但了解自己是最難的 當一個人無論什麼年紀 真正能夠面對自己 可能對最後你會痛哭的 因為你會面對一個血淋淋般的現實 你開始無法接受 但當你開始有反省自己 面對自己的一刻開始的話 你基本上可以令到一個境界 完全是另一個模式來的 我希望大家就以張國榮的情況為念 就真的要能夠面對的心因是甚麼 心理的因是甚麼 才能夠真正去解釋到你的心理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是遠遠給你看很多心理智商 或者是那些心理醫生更重要 那些是治標 治本的方式 但剛剛的方法 那這班人 不論是心理醫生 心理智商 都是幫你 去找出你的心因 或者是壓住你的一些過當的情緒反應 但是沒有辦法去跟持 而唯有你真正靠自己的力量 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有強健的心靈 不是你心理上是強健的心靈 就是alpha數 幼老的alpha數要夠強 你才能夠在社會上 能夠生活得開心 人生過得美滿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一節繼續講張國平